第一次打开面,每个人的情绪非常的高啊 我们休息的时候,到了14公里,当我们休息的时候,我静静的坐下来,当我一眼让去,我是周围的人一个一个的看他们,每个静静的,年轻的,说话的,承诺的,也有套奖话的,也有家民主部,也有好人家,也有 全家在一起的,都是一般,围绕埃兽的国家,而站得出来的,清清楚就已经看到,全马来西亚各州各地方的人都参与了这个活动,都要拿起这个使命,要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公民,自己站得出来,所以我看到,我也为他们肌肉的疼痛,水泡,精神上的压力, 来陪我跑这场,这个长长的一个路程,因为回了爱,因为回了这个国家,他们渡出了,我们还有一段路,我想了,我们才跑了两百,整两百里,还有整百里的路要跑,还有六天的时间,要在这个路上里面减熬,明天呢可能连住也没得住,就是大张门,在路边住宿的, 所以我想到这个情况,如果我们再跑多六天,再跑多百多公里,到达了这个独立广场的时候,我可以想象到,我这班陪我一起跑这条路的, 同志们,和有这任的马来西亚同志们,是在多么辛苦的一个情况,所以我想到,如果我们还要各天之后,进入了广场之后,各天呢,因为我们是傍晚时间,下午时间,进入广场,如果经过了这样的煎熬,还要明天,可能站着,可能坐着, 可能没有帐篷,就在广场,首页一把,等待时光的来临,等待新的一片的开始,我们就要去这个九点,讲说明了,要到这个国会去,可是国会离我们区区还三四公里,对不对,我想想看,可是我没有这样的勇气,没有这样的忍心,让这班群众, 让这班群众,有这任的马来西亚公民,再跑多三到四个公里,连一个公里,我也不愿意让他们跑了,我要他们就在这个地方,如果我们的待遇室,如果我们的parlementarian,是有这任的,还爱这个国家的,还爱民的,还听人民的话的,他们应该到来,从短短的,我们要跑路去,三个公里已经太长了,当你跑了三百公里的时候,三个公里是一个很辛苦的路程,我认为呢, 如果这班比秀呢,还是爱民的话,还愿意听人民的话,他们应该从parlement,他们有车啊,他们不会跑路啊,有车夫啊,最舒适的车啊,他们应该过来见人民了,他们应该过见人民了,所以说,我们将会停在, 独立广场,我们将会停在独立广场,在九点明年二十六号的早上,我希望,这班有责任的,国会议员,这班人民大逆事,如果他们是有诚心的,如果他们要听人民的话,过来见人民,我们不跑了,我们跑到独立广场就好了, 我们将会在独立广场首页,我们要守到曙光的来临,我们要守到新的一天的开始,我要现在,我呼吁,全马来西亚,有车人的公民,都到来和我们一起,都到来和我们一起, 做一个最有力的一碗,五十多年的独立,让我们人民能够在独立广场,自自由游的, 做一个安乐的一碗,让我们见证,让我们见证曙光的来临, 那你讲说,谁不会远,在二十六号,几点之前都去见了吗? 九点,我们要见他们,我们给他们多半个小时好不好,西方九点半,不远吧,不远吧,我们很远,因为我们的脚不能再跑多一公里啦, 那么算了,如果他们九点半,我们说九点,我们希望他九点,我们希望他八点半就要到来啦, 如果你还愿意听我们的话的话,八点半应该就来了,如果九点过后不必来了,算了,算了, 那你们要不一定,是什么情况,我们当然,我们已经到达了,到达了广场就是我们的目的, 到达了广场,如果千千万万个人站在那边,我一次一次的说,只要我们这些公民, 平平凡凡的公民,能够千千万万的在一起,我们将会做出不平凡的事, 我们将会跑出一条大道来,这个就是我们要跑的路,一步一步的当达了广场,我们将会建造一个人民的大道,自由的大道, 我们已经呐喊又呐喊,诉求又诉求,那么今天,我们开始这个鼓行, 那么如果我们人民,这么大半的一半人民,到达了广场,如果他还不愿意听我们的话,我们还能够接受这个政府吗? 我们还能够接受这个政府吗? 你还能够接受这个政府吗? 不能! 对,我们就是要对话,我们就要他清清楚楚的了解我们的心情,我们要他清清楚楚,用亲耳来听人民的话,到来我们要和你讲话而已, 为什么你不听?可能你没有时间看我们的报告,一本一本,可能你没有时间看我们的诉求的书信, 可能你没有时间听我们的呐喊,那么来吧,我们要讲话了,我们跑了三百多公里,也不能三分钟从国会,有你的阿嬷载你过来听一听我们讲话吗? 我要他亲耳,如果你是有诚意的,我要你亲耳听听人民的话,人民都站在一起吧? 你希望西安的地区会支持? 我们,我们最近没有什么希望,有这任的,议员就过来吧? 不论朝野,有这任的,就应该过来吧? 如果你诚心的,要听人民的话的,就过来吧? 九点,这是我们的,人民最后的一次,最后的一次,要跟你对话,如果你不愿意的话,那么就算了吧? 柯 finished 算了吧? 在这个时候,是应该最高的一个,额领导人了。 如果他没有技巧银人的话,这个政府怎么办? - somethin!可以给大家看。 - 着吃吃吃你就国付再来吧?